我現在再解釋一下 法人神屬性禪經法的美善 我用另一個比喻 我上個禮拜用了一個媽媽積冷衣 媽媽積冷衣的兒子可能瘦落的時候 他不是那麼感覺到他的愛 但是當他明白媽媽積冷衣 為什麼有心看到他需要穿冷衣 他就會有心去為他預備 又去選冷衣 又去選pattern 然後用心去跟他積 積的時候一直看著他量身 哇 量得對 媽媽就很開心 他穿得上身又對 好看 媽媽特別開心 兒子可能不太覺得 但是媽媽就很覺得 然後當兒子喜歡穿 他更加開心 當我們用想到媽媽的心態 來明白的時候 我們就會欣賞媽媽積冷衣 同樣我們應用在很多人身上 譬如一個例子 我們每一個人信耶穌 都有人幫過我們 每一個人信耶穌 都有人幫過我們 那我們想回幫我們的人 信耶穌 以及幫我們 不只是信耶穌 是繼續跟從耶穌 即是怎樣成長 怎樣有人繼續幫我們 我們想回那個人 想回那個人的時候 那個人怎樣關心我們 怎樣很想幫我們 而他會關心我們 是因為神的本性 神就是一種憐憫的心 所以神就會在那個人的心中動工 以至他很樂意去幫人 所以當我們經歷 別人帶我們去信耶穌 我們又多謝天父 你會感動這個人 他會有心機去幫我 帶我信耶穌 雖然我拒絕他 他又沒有因為這樣而扔下我 他繼續去幫我 有耐性幫我 然後當我軟弱的時候 他又怎樣提升我 有一步一步提升我 那時候我們想回 哇 原來這個人有心 而最後就是神在背後有心 即是神的心 是很廣闊又很微細 很細心 我感謝主要我太太 你問我太太Shirley 她是很細心的 她真的 我哪裏被蚊咬過 她又會遲些去檢查一下 看蚊爛有沒有好些 有些什麼事 她又會想一下方法 即是她會 她會記得我 有些什麼問題 有時我不記得 她會記得 那這就是 她的愛心 那我一方面看到她的愛心 另一方面我看到神 就是做人 其實很多女性都有這種愛 就是她會看到人的需要的時候 心裡面會掛著 即是說 人會掛著 即是神會掛著 就算那些動物也是 那些動物也掛著 我看到那些動物 我有一次看獅子的片 我看到獅子 他就找他的兒子 但他的兒子 可能有些動物來過 那獅子 走到很遠 那獅子走到走到很遠 他的叫聲是不同的 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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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們聽不講得很友善 但他的聲音是不是嘔 嘔 嘔 是一種低層的聲音 然後 他一直叫那個兒子 然後他找到蛇 很開心 還有我見過有一次 有一隻豹 有時我喜歡看那些動物 因為動物比人簡單 那隻豹 他的兒子被那隻網蛇吃了 那個豹 回到來 他看到網蛇的肚子 他知道他生了他的兒子 他不斷打他 打到他 吐了他的兒子 但他已經死了 但你看到他 有憂傷 我也見過有獅子 他那個兒子 被獅子公咬死了 他一直嘔 嘔 嘔 他會有這種憂傷 因為神就是對人 那種困苦 是有憂傷的 當我們體會 我們人可以見到的 我們的父母 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太太 丈夫 我們周圍的人 如何照顧我們 或者教會的弟兄姐妹 教會的牧姐姐叫我們 我們就會覺得 挺好的 但如果我們再想一層 他怎麼會這麼肯細心去 關心我呢 怎麼會肯回應我的需要呢 當我們心裡感謝的時候 就會欣賞 就會歡喜 我們一想到背後是神的屬性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明白媽媽的愛 我們可以明白媽媽的愛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能夠明白神的那種 掛著我們 經常很想祝福我們 我們做什麼好的事 他很寬 一杯涼水 就是好像父母 有兩種父母 一種父母 我剛剛在地鐵看見一個媽媽 我們上車到下車 其實還沒上車 我已經剛剛在她後面 他一直跟女兒說 你考試怎麼樣 你星期二那些考試預備好嗎 你什麼做不好嗎 那個媽媽 那個女兒 我看到她是背向媽媽 其實她可以向她 但她真的不能聽 她一直說 她一直說 每一句說話 聲調是非常嚴厲的 我可以看到那個女兒真的不開心 這種方式 但也有很多媽媽不是這樣的 她會掛心 譬如我聽過一個這樣的故事 就是有個媽媽 她跟那個 這個就是那個敵然 她在那裡聽到 旁邊敵然在那裡作家 就是那個牧師的太太 他在那裡看一個show 有一個人做一些表演 誰知道失手 失手她又再做 媽媽在她旁邊跟那個女兒說 你看看她 她失敗她又不介意 她又繼續努力 媽媽就有耐性 我們看這些 看到她有耐性 因為神有耐性 我們就會越是明白神的屬性 我們就會從人那裡明白 就會想到 哇 神真的好得不得了 我們親近神就會有信心 就會覺得很難很遠 這個是可以很大改變我們的靈緣 因為太多人 那個屬聯生命是怎樣 哎呀 我做得不夠好 哎呀 神會罰我們 聖經有說神會罰我們 不過是什麼人呢 那些不肯悔改的人 聖經那裡警告 是警告不肯悔改的人 那些肯悔改的人 好像耶穌 當彼得要討應耶穌 耶穌不是要罵他 耶穌說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止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經過你的弟兄 這句話很有愛心 他說我已經為你祈求了 我知道你會軟弱 魔鬼要犀利 好像犀墨子一樣 魔鬼要犀利 但是我已經為你祈禱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我知道你有問題的時候 我不是去罵你 我不是定你的罪 我是為你祈禱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經過你的弟兄 然後他去欣賞他 以及提升他 你回頭之後 你將來可以提升 祝福其他弟兄姊妹 現在看到耶穌那種接納 所以我們想到耶穌 一方面當然人要知罪 知罪甚麼 不要覺得犯罪不要緊 犯罪一定有後果 就算耶穌赦免 我求主赦免 犯罪是會有不好的後果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會注意得更厲害 這個《遥行方法》五章十四節 以及順虐情慾殺種 必從情慾收敗 所以我們不要犯罪 但是當我們有悔過的心 神就歡喜了 我一做甚麼神 吩咐的事 神就歡喜了 你一杯涼水 他都歡喜了 這個一杯涼水 我等一下才說到媽媽 那裡 就是我兒子的樣子 你真的很厲害 你很聰明 今次你做得好 這樣的時候 女兒會得到鼓勵 同樣神也是這樣 你一杯涼水 神就會紀念你 今早有個姊妹 跟我一起去深圳 她告訴我 有一個人 第一次經歷聖靈的喜樂 而是他為他祈禱 即是他告訴我 這個人是第一次 那我就說 欣賞你 神也賜給你聖靈欣高 這也是欣賞 即是說 我們不只是我們自己的研討 人們很大經歷 我們很開心 人們祈禱 我們都很開心 神就是這樣的心 神看到我們好 祂是歡喜的 祂不會嫉妒的 跟人比較 是人會嫉妒的 做得好 有些人會嫉妒 這個就是 發揚神屬性查經法 當你以後看聖經 看到什麼經文 盡量去發掘裡面 神的屬性 當你越發掘 越深信的時候 你的信心就不動搖 而且你容易聖年充滿 因為為什麼 你經常都想著 神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 神在陪我 我做什麼神都歡喜 神是時事都提升我的 那心就是 平穩安靜 好像斷過奶的孩子 在母親的懷中 平穩安靜 不完全沒有擔心 沒有憂慮 整個生命就提升 這個教導 我曾經去不同的國家教導的時候 有些人聽到 都覺得很好 不過這個教導是不容易的 因為很多人很容易 就會說了 祂做什麼 祂經歷什麼 耶穌幫祂 這是好的 不過去講經文 和講神的屬性 有沒有人有問題 想問 先看看 就是關於這個神 法人神屬性殘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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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講恩典 也講律法 不過我們其實 律法 應用在聽話的基督徒 和不聽話的基督徒 是不同的 原來聽話的基督徒 就是神告訴我們 做什麼 還有你做什麼 神又會賞致 你遵從的時候 神會賞致 但也提醒我們 不要犯罪 犯罪有罪的後果 雖然神會寫免我們 但是有罪的後果 這就是對於聽話的基督徒 但對於不聽話的基督徒 是可以警告信日情慾殺種 必從情慾收敗 但聽話的基督徒 也要記住這句說話 如果我信日情慾殺種 我可以收敗壞 我可以 我做了多少 全部都拆毀了 這是提醒 但如果聽話的基督徒 不是經常怕 死了 我會不會拆毀 我做了很多 拆毀了 死了怎麼辦 不用這麼想 這些經文不是要嚇 那些聽話的基督徒 譬如有些人很害怕 看到經文就說 因為神是烈火 死了 神是烈火 怎麼辦 這些經文是給那些 不聽話的人 當你聽話的時候 你不用怕死了 神是烈火 如果燒我怎麼辦 我們是深信 神愛我的 而我一做任何事情 神都會歡喜 我有罪 我悔改 神就歡喜 一樣有恩典和律法 不過是平衡的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我們就會看看今天的經文 待會被大家操練去說 為什麼操練去說 因為我發覺 很多人一說 就會說 我們有什麼困難 從人的角度去想 神會做什麼 這也是好的 不過再進深一層 神背後的屬性 以及解經多些 將經文解釋多些 有些人說 聖經都很清楚 解經有兩種 一種就是 有些不清楚的經文 我們將它的意思解釋出來 第二就是 有些是清楚的 不過將它的情況更加形容出來 將神的心態更加形容出來 那種裡面的恩典更加形容出來 好 我們一起讀 第四節 第四處的經文 我們讀前面的解釋一下 耶穌為我們死的時候 是愛每一個人 加勒太書二章二十節 他是愛我為我寫己 這個經文我們大家都看過很多 但是當我們用心去想的時候 就可以很深入 就是說 他是愛我 保羅說 他是愛我為我寫己 加勒太書二章二十節 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 我已經與基督同真十節 戒遠在我活著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神的而止而活 他是愛我為我寫己 所以我寫了後面 那裏呢 保羅就說 他是愛我 當然他愛全世界的人 他愛全世界的人 他不是這樣愛法 我們全都愛了 我全都愛了 那時候是不個人性的 但這裏說到 神愛我們每一個 愛我們每一個 我們和其他經文一起解釋 就是神掛念我們每一個 祂記住的 祂不會忘記的 祂記住每一個 祂也會在你前方環繞你 按在我們身上祝福我們 祂每一個這樣看重的時候 我們犯罪 祂也會為罪為義 為审判自己 責別自己 也會提醒我們 也會感動我們信主 如果聖靈感動 沒有人會稱耶穌為主 耶穌是好過人性幫助我們 當我們想到祂為我死的時候 神有這種能力 我們沒有這種能力 祂同時會想到億萬個人 而其中一個是你 你和旁邊都說 當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祂想到億萬個人 其中一個是你 祂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祂在想著 我在愛你 我想救你 我想改變你的生命 我想將來在天堂見到你 我想你享受我的屬命生命 我很想你活得更加豐盛 祂一直為我們死的時候 祂一直想著一個大的包裹 這個包裹打開的時候 是很多很多禮物 它是逐個逐個愛 我很多時候用這些 這個法洋神術財犯 我怎麼用呢 我有時自己一直宣告 他時愛我 為我寫記 他時愛我 為我寫記 他真的愛我 為我寫記 他真的愛到為我寫記 即是把經文入了心 大家回家都可以試一下 就是把經文入了心 他在愛我 現在都在愛 那時我未有這個世界 已經揀選我 已經在愛我 然後釘十字架的時候 又在愛我 然後我軟弱的時候 他又在愛我 我得救的時候 他又在愛我 我被提升 他更加把他的恩典賜給我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是否會很過人性 其實這個法洋神屬性 有一個基本的層次 就是說得出 神是愛我們每一個人 有一個基本 但是說得出來 人家能夠深深感受 另一回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些什麼熔樹頭說故事 有沒有聽過 其中 其中有人叫李我 今天似乎有一個人 就是李我的太太 來到我們當中 李我說故事 你有沒有聽過 有 我小時候聽過很多 我聽過很多 當你聽到很多人說 哇 真的很吸引 真的被吸引 有些人說過 你真的很好 你聽著 好像黏住了 你走不掉 不想走 我們就是希望 我們能夠把聖經的說話說出來 人聽完之後 他真的在愛你 他現在在愛你 他在想著你的 很多恩典想給你的 在耶穌為你死的時候 他已經想著你 他一直想祝福你 然後當你一開始有回應 神會開心到 哇 他現在回應了 神會很興奮 然後當他信主的時候 哇 他現在信了耶穌了 然後他愛著聽完事 他真的認罪 他一聽完 現在愛著 聖經說到 他是因我們歡恩喜樂 麥而愛著 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是開心的會歡呼 那時候 人聽完 是否會更加容易信主 所以 你全方的仇 你不是這樣說 我講了經文給你聽 又解給你聽 而是 你將這個經文 好像口語化那樣說出來 首先你解這個經文 解經文 你向未信的人 你未必解住 你遲些才解 先說了那個意念 但向信主的人 我希望大家解經 總共有經文解 就是 他是愛我們每一個 而想著為我們捨己 即使只有我們一個人 他都會為我捨己 來救我的人 因為耶穌是 體重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很寶貴 為何他這麼體重人 我們很難明白 因為人通常是 很難體重一個人 我們有一個人體重 我們覺得很特別 有一個人體重我們 我們覺得很特別 有一個人真的會關心你 記得你的東西 很多人都會說 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其實有些寫時的故事 是一個方法來的 有一個人 他在餐廳吃東西 他可能和侍應有聊天 他就留下了一件衣服 無意留下了一件衣服 他後來吃了一件衣服 他就回去拿回 回去拿回的時候 那個人真的看到他 是你的衣服 你留在那裡 那人覺得很特別 我來餐廳吃東西 跟你聊聊天 你就會記得我 然後記得我那件衣服留在那裡 我一來到就 就是告訴他 那個人覺得很被安慰 有一個人記得你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教堂的時候 有一個人 當時來講 鼓勵我 他就跟我說 你下個禮拜記得回來 你下個禮拜記得回來 這句話很多人都說 但是可以有一種 你下個禮拜記得回來 他就沒有了一種語氣 他就說 希望下個禮拜看到你 我都不記得他什麼語氣 總之我的感覺是很好 我是很想不令他失望的 這也是一種 他的感情的傳遞 神就是這樣的 我希望下個禮拜看到你 這個禮拜看到你 這個禮拜看到你 一直在親近神 我是很歡喜 我是特別愛你 為你捨棄的 大家嘗試一下 一會兒在小組的時候 你嘗試解釋 你說 我都說不到幾句 不要緊的 總之你能夠表達這種心 我是為了你而做 你可以用什麼的比喻 例如這樣 你不知道有沒有試過 有人跟你說 我來今天特意想見你 你有沒有聽過那些笑話 有些人會這樣說 我去上課堂 誰有沒有來到今天 我特意想見到他 當然會開心 原來我對他的幫助 這麼深刻印象 神就是這樣掛念你 你會不會說 現在神在那裡說 你來了很開心 會不會這樣想 神是會這樣想的 每一個你來到 愛神 他會很歡喜 希望大家能夠 把你的經文解釋 並且用 用的手 例如全方的手 可以怎樣用呢 耶穌死不只是為全世界死 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將不同的經文組合 聖經告訴我們 神已經在永恆認識你 祂已經想救你 祂有永生為你預備 然後祂會插演聖靈感動你 又插演別人來幫你 祂會插演聖靈感動你 就是你為罪為義 為审判自己 責別自己 你會覺得犯罪不舒服 祂在感動你 祂是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祂來找失喪的人 祂在找你 祂見到你回來 祂很開心 祂會因你歡欣喜樂 麥而我 祂請因你喜樂而歡呼 而祂釘的時候 祂是想著你的 神是這麼過人性 有些人說 哪裡這麼討厭 怎麼會這麼討厭 我們就告訴祂 當你經歷神的平安喜樂興散 就是告訴祂 神親自來服侍你 每一次你親近神 神就服侍你 這樣的時候 對我們有鼓勵 對未信的人有鼓勵 對信了的人有鼓勵 這樣就變了 我們跟神的關係會好很多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其實我只是把幾個經文組合 這裡幾個經文大家都可以組合 其實這些經文能夠越是融會貫通 我們解釋的時候就更加活潑 亦都能夠放入一些人的成分 就是用人的比喻來形容神的恩典 好 接著下一個經文 第五個字一起讀 神每一刻都不忘記我會 《儀塞書》第九章十五節 這裏就是 《婦人嫣娘忘記他乃乃的嬰孩》 《不練出他所生的兒子》 《即是有忘記的》 《我卻不忘記你》 這裏神很有智慧 譬如耶穌在世上 我發覺很有智慧 很多時候用比喻 很簡單的比喻 這裏神也是用一個比喻 因為神知道媽媽 是不會忘記他吃乃乃的嬰孩 神給人和動物都有這種模式 我自己很喜歡觀察動物 我試過在草地 看到一隻小鳥 餵另一隻小鳥吃 另一隻小鳥就站在那裏等他 接著他拿東西來 就放在口裡 他便吃了 但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那隻被餵的小鳥 其實也挺大隻的 不過他還未能找東西吃 就是一隻這麼大隻 那隻也差不多這麼大隻 他還站在那裏等媽媽餵他 這也是父母的那種愛 我也有一次在一個屋頂 去到那個農場 家道理 在那個屋頂 我看到一隻麻將 還有另一隻麻將 真的大小差不多 但是一隻麻將在那裏等另一隻麻將去吃 我還拍照他 我拍照那隻麻將就飛去拿東西吃 就餵另一隻麻將 但是這隻麻將 喜歡拍照幾大隻 但是他還未能找東西吃 那這個呢 原來媽媽就是這樣照顧的 其實有些動物 更加重要的 就是企鵝其中的動物 他要餵他的子女是很困難的 那有些企鵝又怎樣呢 因為企鵝不會飛的 他雖然是小鳥不懂飛的 他只能在水裡飛 那他有些東西 是鬥起得很高的 那要爬圓崖 他的小鳥 爬到那個圓崖 那邊 就跳高一層 然後 有時候 跳不正 然後 然後 那些食物 在口裡 吐出來 餵他 然後 他又 跳下來 哇 真是餵一次都很困難工程 那這些呢 我真的看到 就是神做人和動物 放在他裏面的一種本性 因為神就是愛 所以神他本身有這種愛 所以他所創造的人 和動物都會有這種本性 有這種無愛 那我們就感激這個愛 我們的神 他用無愛形容 我們大家都知道武是很強的 強到怎樣呢 大家可能聽過有這樣的故事 有車載著那個寶寶 這個媽媽可以大力度 把車撐起都可以 可以做一些非凡的事情 或者他不懂得游泳 看到那個寶寶 他會跳下去 他會嘗試游泳 救他出來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 神就是賜給媽媽 有這麼大的愛 而告訴我們 其實神的愛也是這麼大 所以大家形容這件事 你可以用這種例子 或者你自己媽媽 我自己媽媽 我講一講一些故事 因為我父母離婚 而後來我後母 是不喜歡她來探外 她就不敢探外 後來我媽媽來探外 經常帶很多食物 我當時一點都不想到 後來我見回我媽媽 她告訴我 其實每次阿媽帶的食物 是她給錢買的 她不能正式來找我們 但她就給錢阿媽 為何這麼多食物 每次來都這麼多食物 就是因為她的心很掛著我們 並且後來她見回我 她跟我說 她說我很內疚 因為我決定了 我爸爸有外遇 她決定了離開 她可以堅持 她說 但我離開之後 你們受了很多苦 她的心很內疚 雖然我們不是經常見到她 但她是很有心的 我們後來當然很自由地去見她 我都看到媽媽的愛 我希望大家都會想回媽媽的愛 就想到神的愛 我們用這個人的愛 形容神的愛就比較容易 媽媽當然不會忘記她的兒女 不會留下她在買菜 糟糕 大家有沒有試過忘記一把傘 我試過一次 最嚴重的是什麼 有幾次 都挺恐怖的 有一次不太恐怖 不過也是嚴重的 我有兩個球棒 就放了一個椅子 在車上 下車的時候 就拿了一塊 只有一塊 一塊 為什麼找不到另一塊 沒有帶到 這是其中一次 另一次就是 我的行李去到宣教 放在火車那裡 然後下車沒有拿到 下車之後就死了 我跟那個人說 怎麼辦呢 他又沒有主意 司機沒有主意 他還一直走 我後來想著想著不對勁 我還是一定要回去 他說那些人幫不了你 我問是不是也要回去 試一下 他跟他說了 他說了 他說了 我們會通知那裡 然後拿回來 我們將來真的回來 拿回來 這是比較 牙煙的一次經歷 會忘記這些事情 就算媽媽也忘記了 媽媽也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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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不會忘記 神會忘記我們 我們會不會找到 一個時間 神會忘記我們 找不到 即是說他經常都掛念 為何神會這麼掛念 我真的不知道為何 唯一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是神 他是充滿愛 而他真的很關心我們 當我們越想的時候 其實我們越明白 沒有愛 我們越明白 神對人的愛 那種強烈 即是比媽媽的愛更加強烈 更加真實 因為很多人想到 神愛世人 神愛很多個 很多個 耶穌釘十字架 就是一個像 這樣想到 耶穌釘十字架 耶穌釘十字架 為我們死 就是耶穌愛世人 但是沒有想到很親切 這個經文是幫我們想得很親切 就是說 他是愛我為我捨的 他真的 他真的掛念我們 他時時掛念我們 他一早定義救我們 他心裡面 當我們有軟弱 他的心就掛念 所以當彼得將他否認耶穌 耶穌就提他 耶穌釘十字架 不過仍然彼得是 照樣犯罪 照樣否認他 但是耶穌 就是他 耶穌是知道 他會否認耶穌 但是耶穌 並沒有去 因此而拒絕他 而是會繼續去幫他 那這個呢 我們就看到 原來神那種的 憐憫 神那種愛 是否那種東西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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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操練 現在這些經文 是愛的 操練 然後 將來 你會找到 其他經文 發掘神的屬性 那這個經文 其實是很好的 就是以來傳福音 都很好的 那你問一下 你回想起 你媽媽那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不過有些人當然會說 我媽媽罵我 可能有些人會說 那你回想起 媽媽有沒有愛你 有沒有關心你 有沒有照顧你 當然有 一定有 他回想起的時候 就可以回想起 神也是這樣 怪著你 神也是經常想祝福你 雖然地上的媽媽有缺點 但是神是沒有缺點的 他一定是 神是掛著你 沒有一個時間 是忘記了你的 每個時間都想著你的 現在他都想著你的 就算有一天 你有什麼發生 那你說 如果神掛著我 那為什麼要讓我有事情發生呢 因為這個世界是有不公平 所以一樣會有人傷害你 但是 不代表神不愛我們 在傳福音的時候 在幫助人的靈命的時候 幫助人的靈命就是 你多困難的時候 神都記得你 讓人會想釋放你的 耶穌現在想釋放你的 你深信 你深信 耶穌一定醫我 一定釋放我的 一定將我的重担釋放 這樣你 相信的時候 你一直想著神 我們可以告訴別人 你就放鬆 耶穌現在掛著我的 將我的意念不放在那些困難 立刻放在神的身上 已經可以放鬆 立刻 深呼吸 想著耶穌的愛 耶穌的樣子掛著我的 耶穌和我一起 即時可以感到安慰和釋放 這是可以幫助人的靈命 但我想你解經 解經就是 這個經文很簡單 這個解經不是好像不明白 而是將它生活化 具體化 接著第六 一起讀 神不斷服侍我們 詩記139篇第5節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 按手在我身上 這個經文有些人會說 是否神是否真的 每天服侍我們 整天環繞著我們 按手在我身上 支持是甚麼呢 就是 祂的聖靈 叫我們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集結自己 即是當我們不聽話的時候 神會提醒我們 提醒我們 就是祂在關心我們 愛我們 祝福我們 當我們不聽話 你這樣想像一下 有一個圖畫 有一個手 大家看一看 當這個手是聖靈 我們的心 我們不聽話 聖靈就會來到 在心裡感動 叫我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別自己 大家有沒有感覺這種感覺 犯罪的時候 好像追著我們 我總是不舒服 一直到我們肯悔改 總是覺得不舒服 愈是親近神的人 愈是會敏感 愈敏感 愈是愈處理 愈處理 愈是愈小的罪 都能夠留意到 譬如我 有一次我留意到 我們去吃東西的時候 我們明明那個人的單是不夠 拍車的 譬如可能夠拍車一個小時 我們就想兩個小時 那個人就說 我給了單是兩個小時的 我心裡馬上有意念 這個不屬於你的錢 你若有文慈沒有還精 你斷不能從拿出來 聖靈就提醒我 我就立即跟他說 我要回我自己的單 我不需要給我那張 更加長的時間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想得罪神 因為聖靈提醒我 即是我們不聽話 或者聽話的時候 當我們親近神 神又會歡喜 神會提醒我們 有時神會提醒你 你祈禱吧 但我們可能會說 不得罪神 我現在不得罪神 我現在不得罪神 有沒有這個情況 很多次我經歷喜樂 我就說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不要想喜樂 只是想耶穌 耶穌 喜樂又來 只想耶穌 喜樂又來 是神的 下一步 即是神來到便會有喜樂 即是說神是一個喜樂的神 而且神能夠將喜樂給人 神又很樂意給人 當日一親近他便會給我們 這就是神的屬性 祂是喜樂的神 祂真是開心到不得了 祂有很多事要做 很多人聽話 祂不斷感動他們 不過祂做的時候 是經常都開心的 不明白 我們不太明白 因為我們如果有很多事要做 是沒有辦法 經常都開心的 但是神就是這樣 哇很輕鬆 祂就是這樣輕輕鬆鬆 祂就幫到別人了 很輕鬆地來到別人的身上 感動祂 而在被感動的人 有些聽話 有些聽話真的 一感動便會聽話 很多時候我留意到一些事情 我試過去旅行的時候 那個導遊說 我們去到台灣 他說你不要說普通話 那為什麼不要說普通話 他知道你不是本地人 因為過了年稅 是可以免費或者減費的 你說普通話 他知道你不是本地人 我想一下 不對勁了 為什麼呢 就是說 我是要騙他 我是台灣人 他是台灣人 一個導遊是台灣人 我們就是台灣人 不用給額外錢 但是我說不行 這個就是我一定 因為任何的事情是不對的 我就不會做 如果有些錢 我覺得是要交稅 我就不會 因為我 其實那些錢 是不是會令到我窮了 不會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去到神面前 神會告訴我 為何你那次要欠稅 那時候 我就無言以對 所以我心裡 我不想令到神開心 有些人說 那你就很大壓力了 不是 我是很輕鬆 因為我行神的路很輕鬆 我完全不覺得是一個重大 這就是神會在這些情況 不斷提醒我 那這些大家都可以用來做一個比喻 那有些人說 信仰叔好慘 那你什麼都不能做 但是我們說 當我們不做這些事的時候 我們的心輕鬆 我們的心裡是聖結光明的 講到聖結可以這樣說 上去天堂那些人不罵人 好不好 你喜歡天堂 那裡不罵人 那些人不會歧視你 那些人不會很關心你 就算以前生氣 那些人現在都喜歡你 你喜歡天堂嗎 喜歡 那你喜歡不喜歡 你的地上的家好像天堂 就是不再生氣人 那就是說你也不要生氣人 是不是不生氣人是好一點 不生氣人更加開心 那時候我們引導他 讓他明白聖結是好的 你在家裡有聖結是好的 所以聖結提醒我們是好的事 我們不聽話的時候聖結提醒 然後聽話的時候 聖結會很歡喜又祝福我們 那就是說 神是日日日圍繞著我們 按手我們身上 按手就是祝福了 祂在祝福 不斷的祝福 所以我們就說 多謝耶穌 神現在不斷祝福我 神現在不斷加力量給我 神現在陪伴我 神歡喜我所做的一切 那我就開心了 其實我以前 如果你看到我以前的日子 很久之前 我是很緊張 是不懂得笑 我小時候是沒有笑的 就是為什麼 家裡是打和罵 是要做事 經常都是做事的 是沒有開心的時候的 但是呢 我感謝神 在信耶穌之後 神就給我 釋放我的心靈 其實我也有很多釋放的 釋放就是壓力 我最大的壓力 我心急 經常想做多些事 覺得做得不夠好 人的指責 神都是服侍我 按手在我身上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和人分享的 好了 第七個經文 他很開心看到我們西班牙書 三章十七字一起讀 他在你中間 因你歡欣喜樂 物然愛你 且因你喜樂而歡呼 這裏說到神是怎樣 其實這些經文 是歡欣喜樂 即是很開心 我們可以用一個比喻 他看到你很開心 我們可以想一個問題 到底是何時開心呢 在未信的時候 信的時候 愛主的時候 是何時呢 從聖經我們會知道 我們信主一定是開心的 我們未信主的時候 當我們向著方向去尋找神的時候 神都會歡喜 我們未信主的時候 神是憂傷 想我們得救的 所以當我們信主 神已經開心了 當我們愛主更加開心 因為聖經說到 神為愛祂的人 還未是眼睛未曾看見 我未曾聽見 我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 即是神是 當人一愛祂 祂是喜歡到不得了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 總之信主的人 神就歡喜了 這幾個層次 他喜歡讓悰忍起落 因為就是開心 我認為有幾多人 看見你 他就聽說 我很開心 你有試過嗎 開心嗎 有些是特別開心 有些人 看到你在你後 身分就沒見過 有一次 有一個�jen 我很開心 34 她的丈夫 不是很喜歡 他说你见到叶牧师比见到我更高兴 因为他记得回小时候他很开心 很单纯的欢喜 当然我不想他的丈夫有客草 但人会见到一个人而开心 我们也会开心 而我们想到神是否开心 想到祈祷是否开心 很多人都想到要祈祷了 要祈祷多久 要祈祷这么久 要看圣经 很多人都想到是一种淡子 我希望大家会觉得 一想到神就欢喜 一想到我们就欢喜 欢迎起来 默默地虽然无声 但他都爱我们 默而爱我们 这在原文圣经就是quiet us with his love 用他的爱令我们平静 总之我们看不到 但他的爱令我们平静 我自己有不同的经历 看到其中一次很深刻的印象 我去了一个儿童医院 即是医院的部分是儿童医院 我走路的时候 有个妈妈抱着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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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他一直看着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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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看見我開心,他看見我開心,他又開心 我看見你開心,我又很開心 這就是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大約試過 看到一個人沒有興奮感 他在街上走,可能會走到對面街 有些人會有時這樣,免得跟他說話 說什麼好,有時人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人是不喜歡的,但神會喜歡我們 一直愛著我們 這句話比這才不忘記更加強烈 他一直看著你,一直在愛你 當我們深深地看,更加會感受神的愛 而且當我們祈禱經歷神,我們就說 神啊,你真是吸引我 當我們準備祈禱 有些人會在經歷聖靈會有這種經歷 一準備祈禱,哇,真的有反應 不知道有否試過 一勁拍一下,勁拍一下,哇,真的有反應 為什麼呢?聖靈在裡面反應 就是我們有反應,跟著聖靈有反應 這就是神在愛我們 當我們一回應,祂就很歡喜了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有沒有人看到你歡呼 哇,很開心看到你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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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神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既然神這麼愛,我們這麼有能力 我們還需不需要擔心? 還需不需要煩惱? 還需不需要不開心? 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由這些經文看到神的美善 我們可以看下一節,第八節 然後我們就會分組操練了 耶穌跟我們有親情,他關心我們的感受 這裡我們不用讀 那個經文就讀最後那裡 有個女人玩了十年血流 接著他摸耶穌 他想著一摸耶穌可以得意志 他真的摸耶穌得意志 在馬太就沒有說到 但是在其他經文就有說到 耶穌問誰摸我 在路加坤問得最清楚 他就說,總有人摸我 因為有能力在我身上出去 然後那些門徒就說 個個真是你,誰會摸你呢? 但耶穌說,總有人摸我 因為有能力在我身上出去 然後耶穌就回應了 他說,一起讀這句說話 第八節,最後一項 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從那時候女人就傳染了 這個回應給我們看到什麼呢? 她很有親情,女兒 那個女人是想不到她的女兒 這個女人其實不小了 一定是耶穌生不了 即是當耶穌生兒子 即是不當的 他生不了他的年齡 因為他已經患了血流病 十二年了 他十二年,如果當他十歲 起碼都要二十歲 但可能也不止 這個人真的病了這麼久的時間 他覺得自己很無用 內疚 因為耶穌也摸了很多人 因為犯了律法 他的心內疚 因為他覺得自己是污衛 是不配 其實他平日都覺得自己沒有用 可能覺得自己很多餘 我不記得是哪一個 有一個人說他的家給他的名字 是多餘 是一個出名的人 是誰呢? 我都不記得 因為他家裡生了太多女兒 他改名為多餘 即是有個別名 他真的會覺得自己是多餘 因為他是患病 可能周圍的人要照顧他 他的錢都用了 但耶穌會說女兒 即是耶穌有親情 這句話就是耶穌有親情 這個屬性就是 耶穌跟我們有親情 他是親戚關係一樣 他真的會關心我們 他真的會憐憫我們 然後他放心 這句話包含什麼呢? 神關心你的感覺 譬如神現在跟你說 放心吧,不要緊的,輕鬆吧 這句話我很多時候都用過 我用回這句話 我說兒子放心吧 耶穌跟你說 兒子放心吧 放心吧 即是不用緊張 我關心你的感覺 我們就嘗試 經常都跟自己說 神是這麼關心的 放心吧,不要緊的 即是神跟我們每一個都會說 放心吧,不要緊的 我關心你的感覺 我關心你的需要 你輕鬆就行了 輕鬆就行了 會搞定 神是一切都搞定的神 然後你的信夠了你 這裡說到什麼呢? 不是你夠好 是你一信就行了 是百百領受 不是你做得夠好 是你百百領受 你信就行了 耶穌我需要你 耶穌就歡喜了 耶穌就給你了 神啊我需要你 醫治我 神要給我們 有些人說 祈禱要怎樣才得醫治呢? 我回答他 不是你怎麼說 是你的心很傷順 你不用說 哎呀,神啊 我很大病啊 痛得很緊要 你一定要醫我 你不醫我我會死的了 耶穌 哎呀,求你 按照你的慈悲連吻我 按照你的英勇連吻我 醫治我病 是否要說到這樣呢? 耶穌才會連吻呢? 不是,耶穌是說 你真是依靠祂 喜歡祂 歡喜祂 感激祂 神就醫治你 所以不是說什麼話 總之 他的心是信靠感激神 最好用關係式的討告 耶穌多謝你 因為你在愛我 你關心我 知道我的需要 我祈禱你一定英雲 你一定祝福我 一定醫治我的 這樣的時候 有信心 祈禱是大有功效 也祈禱就是 神一定回應我的討告 無論有沒有醫治 神都是在愛我 神都是在祝福我的 這樣的時候 心就有信心 所以你的信夠了你 意思三項 就是 女兒放心 你的信夠了你 這句話都可以用來傳呼 耶穌想叫你做兒子 女兒 耶穌要關心你的 祂說放心 你的煩惱我會幫到你的 耶穌是安慰一切 憂傷的人 耶穌叫你 勞苦丹重丹得釋放 耶穌說放心 祂真的會幫你的 心放鬆 真的會把你的生命改變 你會從今以後開始喜樂 你聽耶穌說 你真的越來越喜樂 你就越來越輕鬆 這個放心 就可以這樣發揮 你的信夠了你 你就一單單的相信 神就祝福你 OK 我們分組的時候做什麼呢 就是你嘗試用這些經文 解經 這個經文說什麼 你不用解得很 即是說 你可以解到幾多幾多 但最重要是用人明白的說話 人聽完會明白的說話 因為這些經文難解 這裡沒有一句難解 每句都容易明白 但問題就是你接受得多深度 即是你盡量解釋到別人明白深度 你可以分組三個人 每個人解一句 解完之後 其他人又會回應 解了先 不要第一步做應用 然後就應用了 如果全方心可以怎樣用呢 在邦寧的靈命可以怎樣用呢 這個待會兒我們會做 我們先祈禱 我們先祈禱 我們待會兒會有奉見 我們有祈禱求主 賜給我們一個信靠神的屬性的心 主下我們多謝你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充滿前外 你是憐憫人的神 你是永遠服侍我們的神 你掛著我們的神 你是充滿一種憐憫的 好像媽媽憐憐她的子女 這樣憐憐我們 你是時時都想和我們有個親情 你會稱呼我們做兒子女 放心吧 不用那麼緊張 我祝福你 你聽我說就可以了 你回應就可以了 主下我們來到你面前 真是放鬆自己 所有的煩惱都放下了 輕輕鬆鬆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主一掃真見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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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天父 神在裡面我們就輕鬆了 在你裡面我們就沒有淡子 因為神是這麼好的 我們就完全輕鬆做你的兒女 開開心心做你的兒女 沒有淡子沒有煩惱 多謝天父 我們本來都 gak remember 我們好回來 jakie演唱跟四掃真寶美 霜 Ö효 箱子 旁度 爺 ぜ 節 千年 昨天 唐